与神为友 作者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翻译 李继红 第十三章 离开郡政府后 我加盟当地某家连锁学校 整整干了十年 接着到美国西海岸和伊丽莎白库伯勒 罗斯博士共事 十八个月后 在圣迭哥开办了我自己的广告公司 在那里加入泰利克尔·惠特克传教会 几年后去了华盛顿州 移居波特兰 然后又去了俄勒冈州南部 在那里变得风餐露宿 身无分文 最后重操就业 在广播电台找到工作 过了三年被解聘 度过一段悲惨的日子 跟着变成某个在全国范围内 播出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写出了与神对话系列图书 自那之后过着非常美好的日子 直到现在 好了 我履行我的承诺了 现在轮到你了 我觉得 人们会想要你说得更清楚一点 不会啦 他们才不想呢 大家想要听你说话 他们想要你履行你的承诺 好吧 我开天辟地 创造了亚当和夏娃 让他们住进伊甸园 告诉他们要多子多孙 那里有条蛇惹出了麻烦 我就做看他们相互指责 彼此误会 后来把两块石碑给一个老头 试图借此收拾局面 曾经略是小记 把大海分开 也展示了别的奇迹 派出几个使者去讲述我的故事 发现根本没有人在听 于是继续努力 直到现在 好了 我履行我的承诺啦 聪明啊 非常聪明 母鹅可以 公鹅也行 这句老话 有三十年没人说过了 我老了 我是老人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 我想要你 别再像喜剧演员了 如果你总是这么搞笑 没有人会相信 这本书里的话 这是什么话 我只是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而已啊 好了 我们别闹了好不好 我们回到这本书吧 听你的咯 我想了解神的五种心态 我发现滑稽可不包括在内 也许应该包括在内 你还要继续开玩笑啊 不是啦 我是认真的 人们以为神并不幽默 从不发笑 每个人在做跟神有关的事实 必须非常严肃 我希望你们能够轻松一点 大家都轻松点 不妨拿自己来开个玩笑 有人曾经说过 等到你能拿自己开玩笑那天 你就成熟了 别让自己蹦得太紧 放松点 当你放松的时候 你们彼此之间也会轻松很多 你想要了解神的五种心态吗 先来看看第一种吧 完全的欢乐 这是第一种心态 你发现了吗 我把它放在首位 你想说明什么呢 我想说明它是最重要的 它是其他一切的基础 没有欢乐就什么都没有 我想说明除非你有点幽默感 否则生活中所有事情 都是没有意义的 我想说明大笑是最好的灵丹妙药 我想说明欢乐对灵魂有好处 我愿更进一步地指出 欢乐就是灵魂 灵魂就是你们所谓的欢乐 纯粹的欢乐 无尽的欢乐 未遭玷污 毫无限制 不受约束的欢乐 这就是灵魂的本质 微笑是灵魂之窗 大笑是灵魂之门 哇哦 原来如此 是的 是这样的 灵魂为什么如此快乐呢 人们可没那么快乐 我是说 人们看起来并没有 他们的灵魂那么快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你问得好 如果灵魂是如此欢乐 你为什么不欢乐呢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答案跟你的精神有关 你必须有欢乐的想法 才能释放你心里的欢乐 我还以为欢乐是在灵魂里呢 你的心是你的灵魂和精神之间的通道 你的灵魂里的欢乐必须通过你的心 否则它将无法进入你的精神 感受是灵魂的语言 如果你的精神是封闭的 感受就会退回你的心 所以当你感到非常非常悲伤时 你会说你的心碎裂了 所以当你感到非常非常快乐时 你会说你的心爆开了 打开你的精神 让你的感受得到表达 得到释放 这样你的心就不会碎裂或者爆开 而是成为无障碍的通道 让你灵魂里的生活能量 自由地流动 但如果灵魂是欢乐 它怎么会悲伤呢 欢乐是得到表达的生活 生活能量的自由流动 就是你所说的欢乐 生活的本质是太一 也就是与太极的合一 这是生活的本质 得到表达的太一 太一的感受 是你成为爱的感受 因此 在你们的语言里 你们说生活的本质就是爱 因而 欢乐就是得到自由表达的爱 每当自由而无限的生活 与爱之表达 也就是那种与所有生物 所有生灵合一的经验 受尽或者受限于某种境况 作为欢乐本身的灵魂 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表达 未被完全表达的欢乐 就是你成为悲伤的感受 那我就不懂了 如果某样东西是此 它怎么会变成笔呢 如果某样东西的本质是热 它怎么可能变成冷呢 如果灵魂的本质是欢乐 它怎么可能变得悲伤呢 你误解了宇宙的本质 你依然孤立地看待事物 热和冷不是孤立的 没有孤立的事物 宇宙里没有孤立于 其他一切的事物 因此 热和冷是程度不同的相同事物 悲伤和欢乐也是如此 真是惊人的见解呀 我以前从来没想到过 悲伤和欢乐只是两个名称而已 我们用这两个名称 来描述同一种能量的不同程度 是的 也就是宇宙力量的不同表达 所以人们可以同时经验到 这两种感受 你能想象这样的情况吗 能啊 我曾经有过既悲伤又欢乐的感受 你当然有过 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电视连续剧陆军野战医院 就是说明这种悲欢交加的完美例子 今年有部叫做美丽人生的非凡电影也是 是的 这两个很棒的例子展现了笑声是可以治病救人的 也展现了悲伤与欢乐是如何交织的 这就是生活能量本身 你们称这种能量流为悲伤或欢乐 这种能量随时能够以你们称为欢乐的形式得到表达 这是因为生活能量是可以被控制的 你可以将温控器从冷调到热 同样的 你也可以加速生活能量的振动 将其从悲伤变成欢乐 我告诉你吧 如果你心里带着欢乐 你就能够治愈任何伤痛的时刻 但你心里如何能带着欢乐呢 如果你心里并没有欢乐 你怎么带呢 欢乐就在你心里 有些人并没有经验到这一点 他们不认识欢乐的秘密 那秘密是什么 你无法感受欢乐 除非你释放它 但既然你没有感受到欢乐 你如何能够释放它呢 帮助别人去感受到它 只要释放别人心里的欢乐 你将会释放你自己心里的欢乐 有些人不知道这该怎么做 这句话看起来太空泛了 他们不懂具体怎么操作 那可以是一个微笑那么简单 也可以是一具恭维 或者一个爱慕的眼神 它也可以通过做爱 那么美好的事情得到完成 你们可以用这些办法 去释放别人内心的欢乐 其他办法还有很多 比如说唱一首歌曲 跳一支舞蹈 或一幅图画 捏一尊迷象 或者写一首诗词 比如说握紧对方的手 进行精神的交流 或者让两个灵魂相遇 比如说亲手创造 某种美丽可爱 而又有用的东西 你们可以用这些办法 去释放别人内心的欢乐 其他办法还有很多 比如说分享感受 说出真相 结束愤怒 停止审判 比如说侧耳倾听 坦诚相告 比如说决意宽恕 选择释怀 比如说望我的付出 大方的接受 我告诉你吧 有成百上千种办法 可以释放别人内心的快乐 不 是成千上万种 当你决定要这么做的时候 你会知道如何做到 你说的没错 我知道你说的没错 哪怕别人在弥留之际 你也可以释放他内心的快乐 我曾派出一位伟大的导师 去教你这个道理 是的 那是伊丽莎白库伯勒 罗斯博士 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不敢相信 我居然会遇到他 更不敢相信 我居然能在他手下干活 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 我离开安宁阿伦戴尔郡政府之后 当时乔伊阿尔顿还没有出事 到当地某个连锁学校工作 他们有位工作了很长时间的 新闻主管退休了 我申请了该职位 再一次 我在正确的时间 去到了正确的地方 我学到了更多的生活知识 处理各种各样的事物 比如组建危机干预团队 还有加入课程开发委员会 无论是为国会辖下的委员会 准备长达250页的 关于废除学校种族隔离制度的报告 再次接触了黑人经验 还是奔波于各所学校之间 为教师、家长、学生、管理人员 和勤务职员举办首次见面会 我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我在那里度过了整个70年代 这是我干过时间最长的工作 我非常喜欢最初那六七年 但正所谓花五百日红 到最后我的工作变得单调而乏味 我越来越觉得 自己好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我能看到30年后的自己 还做着同样的工作 由于没有学位 我没有什么升迁的机会 其实我能得到这份高级的工作 已经够幸运的了 而且我的经历开始衰退 然后到了1979年 我被伊丽莎白库伯勒 罗斯博士绑架了 真的是绑架 我不是开玩笑的 那年我和我的朋友 比尔格里斯沃德结伴 以志愿者的身份帮助伊丽莎白 协助她在东海岸 举办一些旨在威他名下的 非引力组织平安家园基金会 募集资金的讲座 在这几个月之前 比尔曾介绍我认识伊丽莎白 当时她设法请伊丽莎白到安纳波利斯演讲 要我帮忙处理了一些公关工作 我当然听说过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的大名 她是位取得杰出成就的女性 1969年出版了那部《石破天经》的名著 《论死亡与垂死》 这本书改变了世人对死亡过程的看法 废除了死亡学研究的禁忌 为美国的临终关怀运动奠定了基础 改变了数百万人的生活 自那以后 她又写了许多书 包括《死亡成长的最后阶段》 以及她最新的作品 《生命之轮 生与死的回忆录》 我立刻就喜欢上伊丽莎白 几乎每个遇到她的人都是这样 她有着非凡的魅力和极具威信的人格 据我所知 凡是与她有接触的人 无不面目焕然一新 和她相处60分钟后 我便知道我想要帮她做事 而且我完全是心甘情愿的 不用任何人来求我 初次见面过了差不多一年后 比尔和我前往波士顿 筹备另一个讲座 讲座结束后 我们几个人来到某个餐厅 在安静的角落坐下 享受和伊丽莎白 进行私人交谈的难得时光 以前我跟她有过两三次这样的交谈 所以她已经听说我当晚再次告诉她的事情 我特别愿意替她工作 伊丽莎白当时正在全国各地开设生死与转化工作坊 成天与身患绝症的病人及她们的家人 还有其他一些从事她所说的悲哀工作的人打交道 后来她写了一本书 叫做《请活到我们说再见》 讲述了在这些静修营上发生的伟大情感力量 这个女人以非常有意义的方式 对人们的生活施加了强大的影响 我能看得出来这样的工作 对她自己的生活来讲很有价值 我的工作则不然 我只是做着我觉得为了糊口 或者为了养活别人而不得不做的事情 我从伊丽莎白那儿学到一个道理 就是没有人必须做这样的事情 伊丽莎白用最简单的方式传授这种大道理 只说出一句不容辩驳的点评 那天晚上 我在波士顿的餐馆里有幸得到了她的点评 不知道为什么 我痛苦地说 我的工作再也不激励人心了 我觉得我是在浪费生命 但也许我会一直在那里干到65岁 然后拿我的退休金 伊丽莎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好像我是个疯子 你不必这么做的 她非常平静地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如果我是个光棍 我不会这样的 相信我 我明天就甩手不干 但我要养家 那么请你告诉我 如果你明天就死 你的家人 他们会怎么样呢 伊丽莎白问 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反驳说 我又不会死 我还活着呢 你居然管这个叫活着 她说完就转过身跟别人聊天了 仿佛跟我已经完全没有话可说 一日早晨 在下榻的酒店和几个在波士顿帮忙的人喝过咖啡之后 伊丽莎白突然扭头对我说 你开车送我去机场 好啊 我同意了 比尔和我从安纳波利斯开车过来 我的车就停在外面 路上 伊丽莎白说她要前往纽约的波吉普西 那边又有一个围棋五天的进阶工作房 送我进去吧 她说 别把我丢在外面就走 我需要有人帮我提行李 没问题 我说 我把车开进了停车场 到了办票柜台 伊丽莎白拿出她自己的机票 然后摆出一张信用卡 我需要这个航班的另一个座位 她对办票员说 我看看还有没有空位 那女人回答说 啊 有的 最后一个哦 当然会有 伊丽莎白容关混发地说 好像知道什么内幕消息似的 另外一位旅客是谁呢 请问 办票员问 伊丽莎白指着我 这位 她低声说 你说什么 我大感意外 你不是要去波吉普西吗 伊丽莎白问 好像我们讨论过这件事似的 不 明天我要上班 我只请了三天假 那工作缺了你也会有人做的 她实事求是的说 但我的车在波士顿 我抗议 我不能把车扔在停车场 比尔可以过来把她开走了 可是 我没有换洗的衣服 我没打算出来很久 波吉普西有商店 伊丽莎白 我不能这么做 我不能就这样登上飞机 一走了之 我的心 砰砰地跳 因为那其实正是我想要的 这位女士需要你的驾驶证 她说 朝我眨了眨眼 可是 伊丽莎白 你再这样 我会错过这班飞机啦 我把驾驶证 给了那个女的 她给了我一张机票 伊丽莎白 匆匆走向登机口 我跟在她后面 喋喋不休地说 我的打电话回办公室 跟他们说 我明天不去上班 登机之后 伊丽莎白 埋头阅读一些机上读物 只跟我说了 不超过十个字 但在我们到达 波吉普系的工作坊 举办地时 她指着我 对到场的参与者说 我的新公关 我打电话回家给我妻子 跟她说我被绑架了 星期五会回去 随后两天 我观察伊丽莎白 是如何工作的 我看见人们的生活 在我面前发生改变 我看见多年的创伤 得以治愈 多年的问题得到解决 多年的愤怒 终于释怀 多年的成见 终被征服 当时展示室里 曾经有个坐在我身边的女人 上升 这是工作坊 职员的用语 只有人哭个不停 或者突然失控了 伊丽莎白 轻轻地用头 做了个姿势 示意我处理这个情况 我温柔地 领着那哭泣的女人 走出房间 把她带到走廊末端 一个隔开的小角落 我以前 没应付过这样的事情 但伊丽莎白早就给过每个职员 明确的指导 她通常会请三四位职员 有一点她说得很清楚 别试图修复她 她说 只要听就好了 如果你需要帮助 记得找我 但坐下来静静地聆听 几乎肯定是足够的 她说得没错 我坐在那里 就能给工作坊参与者带去帮助 我能够让她觉得那个角落很安全 是个可以尽情哭泣的地方 可以释放她在大房间里被唤起的悲伤情绪 她嚎啕大哭 发泄她的怒火 平静地诉说 然后又从头再来一遍 我毕生从未觉得自己如此有用 当天下午 我打电话回马里兰州的校董会办公楼 请接人士科 我对接线员说 电话接通之后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请问打电话可以辞职吗 我问 在伊丽莎白手下工作那段日子 是我人生中最大的礼物 我亲眼看见一个女人 是如何日复一日 月复一月地像圣徒那样工作 每当她在演讲厅 在工作房的客室 在弥留的人们窗前 我就站在她身边 我看见她是如何与老人和小孩打交道的 我观察到她是如何与胆小者和勇敢者 欢乐者和悲伤者 外向者和内向者 暴躁者和温训者相处 我观察的是一位大师 我看见她治愈许多人类最深的心理创伤 我观察 我倾听 我非常努力地学习 是的 我终于明白 你说的确实是真的 有成百上千种方法 可以释放别人内心的欢乐 当你决定要这么做的时候 你会知道如何做到 哪怕别人在弥留之际 你也可以释放她内心的快乐 谢谢你的教导 谢谢你派给我那位大师 你客气了 我的朋友 现在你知道如何欢乐地生活吗 伊丽莎白建议我们所有人 都要无条件地去爱 迅速地去原谅 并且永远别为伤心的往事后悔 假如你替峡谷遮挡风雨 她会说 你将永远看不见她的时刻之美 她也敦促我们要过上不留遗憾的生活 要停下来品尝生活的美味 竭尽所能去完成她所说的你的未尽事业 这样我们就能无所畏惧地活着 也能毫不后悔地拥抱死亡 不畏死方能不惧生 当然 她最大的消息是 死亡是不存在的 从一个人那里得到这些已经很多了 伊丽莎白有很多可以给别人 去吧 去实践这些真相 和那些我通过其他来源带给你的真相 以便你能在你的灵魂里散播欢乐 在你的心里感受欢乐 并在你的精神里认识她 神是处于最高振动频率的生活 那就是欢乐本身 神是完全的欢乐 当你表达神的这种第一心态 你自己也能够达到神的境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